印太军事化枪害地区和平发展观向台 自美国提出所谓印太战略以来 印太地区日已成为全球地缘政治 和大国博弈的中心区域 在美国的煽动和带领下 印太地区军事化态势越发严峻起来 美国动作频频 近期发布多份军方报告 毫不掩饰遏制中国的意图 不断升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基地群 频繁纠集盟又以所谓南海航行自由之名 在南海东海耀武扬威 组建美日印澳四方机制和美印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等小圈子 工人违反国际和不扩散体制的系列条约 向澳私相授受和技术 美国将中国敌对化 谋求以脱钩和对抗代替共存与共赢 持续触动中美关系的压仓石和民胆线 美国还拉拢地区国家在政治 经济 外交等方面随美转向 谋求在印太促成反华势力 在军事战略上合体 共同围堵中国 这充分暴露了美国就是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谈结合作的搅局者 麻烦问题的制造者 无论美国将自己的企图描述的多么美好 都无法掩盖其倚仗绝对军事优势地位 以美国利益优先 美国价值观为核心主导地区局势 利用域内外盟友和伙伴遏制竞争对手 最终维持其全球霸钱的真实意图 面对抗击疫情和经济复苏的共同挑战 印太地区人民需要的是疫苗和就业 不是火药和战舰 美国渲染中国威胁 大搞军事小圈子 违背时代潮流 与地区国家愿望背道而驰 终将遭到地区国家的唾弃